要继续靠中国大陆的话 是啊 剩下一点时间来讲讲《苹果日报》案 或者《黎智英案》 简单讲 今天是陈佩敏最后一天的作工 下个星期哪一个人去做污点证人 就不知道 暂时未知 但现在陈佩敏最后一天 就是作工 今天就是控方去盘陈佩敏 他就说 其实他标题里面 他就说很多什么和勇不分 和勇不分的问题 很敏感 黎智英在这一篇报导 又是讲很多以前的黎智英 政治立场上 他拿出来说 他支持和勇不分 他以前是支持非暴力抗争 是吧 他一直都支持 黎智英的立场 差不多九成等于民主党的立场 民主党一直都支持非暴力抗争 但是为什么他支持和勇不分呢 其实原来就是说是7月 2019年7月开始 就是转换 他又叫下面的人 做多些示威者的报导 访问一下他们 是吧 陈贝敏就是说 可能他觉得 其实他支持这个运动 想看到你的运动继续下去 当时示威者一句说话 叫和勇不分 大家要团结 黎智英同样都是 因为支持 因为对运动的支持 就会认同这种说法 是吧 想令到公众明白 谅解这些年轻人的心声 和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所以 就叫苹果报导多些他们的心声 我记得其中有一幕 就是刚刚七一 其实判了有罪 其中一个信佛 那天哥说 他自己是别人的爸爸 然后说 前世做错事 今世才做香港人 有一个苹果记者访问了他 很催泪 这是其中一个事例 这是黎智英所说的 会用一种谅解的态度 希望运动继续下去 另外 辩方之前也有提及 苹果日报的编辑室若章 就是做新闻报导 要秉持什么宗旨 要秉持真实、公正、客观、独立原则等 他里面有相当的讨论 比如说 陈佩敏确认是有这些事情 我们是媒体 所以我们要坚持 第五条 在2019年4月1日开始 我们就生效了 《苹果日报》编辑室若章 将这个约章第五条 就是新闻报导秉持真实、公正、客观、独立的原则 这不是等于所有东西的观点 纯粹将事实铺陈出来就算 精神在于不受任何政府、商业、宗教或者其他利益左右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中心的精神在于 要同意不同的报导 同时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之后他有讨论 这个问题就是 不同的报导 大公、文会、亲政府、极端的亲政府 有些都会比较贴近民情 这些会有的 另外 就说在这个 偏采自主的问题上 你有什么机制去 去确保偏采自主呢? 你苹果 陈佩敏就说 其实都是靠同事自己的意识 自己自觉 但是有些时候 例如有不同的事例 控方今天就展示了 陈佩敏和执行总编辑林文中之间的讯息记录 找了一个事例出来问 陈佩敏就说 其中陈佩敏就在8月1日的时候 就和林文中说 我已经和社长打了招呼 星期一的报导就开天窗 有一句文字交代一下 我们会支持罢工 支持罢工是一个问题 但是 因为我们是做媒体 我们要出报纸 要做新闻 基于我们社会角色 只能辱霸不能 这个问题上 苹果内部有讨论过 里面的背景 譬如公司的人都知道黎生 黎智英是支持罢工 也有叫张建雄 写反送中和罢工罢货罢市 这些无不知 有部分的忠诚和前线同事 就说 可不可以行使他们的罢工权呢 前线的同事 如果他们罢工的话 那就不用做新闻 等于我们当时做花生台一样 怎么罢工 罢工就没有人理 我们做管理层 我觉得 作为传媒的角色 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罢工 而不出报纸 我们就争辱了很久 最后我们就决定 去妥协 开天窗 去表态 开天窗 去表态 就是说我们支持罢工 但欲罢不能 究竟是谁的主意 又是不是黎智英的主意 现在要读死黎智英 恐慌要读死黎智英 其实他起码很公平 有那句说那句 是不是黎智英呢 其实他自己都会问心 他现在说 是管理层商讨出来的 就不是黎智英的主意 黎智英就叫了张建宏 写无不知 就是这样 至于2020年7月1日 国安法申考之后 即是新校之前 黎智英 看完国安法的条文之后 他就吓了一条 他就对陈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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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国安法的条文 我吓了一条 他就呼吁陈佩敏 他就说 要想好策略去对付 不要露妄 哇 你这些什么message 被人勾出来 现在恐慌又问了 你说的策略是什么 老妄又是说什么 不愿意 那陈佩敏 那时候就说 黎老板 那时候很空泛 说完就算了 而社长张建雄 就提醒他们 这样 报道的字眼 敏感的字眼 敏感的字眼 敏感的题目 就要小心谨慎一点 所以他理解 所谓不要露妄 就是报道的行文 字眼就要小心一点 那究竟对付是什么意思 那陈佩敏就说 我没有细心去思考什么叫对付 之后黎老板就说 劍雄已经有方案了 所以他就没有理 没有深入去想黎先生 在香港的策略是什么 那至于 早前呢 就是谈及过 2021年 就是6月18日 报道的刊登 《苹果日报》 就是说他老公 陈佩敏 陈佩敏的老公 就是 就是《立场新闻》 的总编辑 中佩权 引述中佩权所说的话 就是他冷静坚强鎮定 陈佩敏 选择留在灾难现场 他里面提及 就是同年4月1日 黎智英 李柱铭、吴可怡等人 非法集结罪成 他里面就说 敏姐说 虽然黎智英 和黎智英的共事多年 但不会影响新闻判断 当日的头条重点 就是说 李柱铭作为资深大律师 第一次被判罪成 黎智英 虽然我是老板 但他是其中一个被定罪的被告 但重点是不应该放在黎老板身上 另一个焦点就是 应该放在李柱铭身上 其实是说很多做报纸里面的原则 另外 其中 我要讲一讲 他其中有一个 这个一仔的头版 哇 一仔以前这么大胆 怎样写你老板 出卖一周刊 就是说 黎智英出卖一周刊 那怎样出卖一周刊 即是那时候转型还是不出版 这个是2017年7月的事 这个没有深究 但是 你知道 这个是辩方大律师拿出来的 即是谁 辩方大律师 即是代表黎智英那位大律师 叫什么名字 彭耀雄 彭耀雄 就特意拿回这个封面出来 其实 你对于彭耀雄来说 即是作为黎智英的代表来说 他要千方八计 要证明一样东西 他的立场要证明一样东西 黎老板 就不是那么多 political agenda 他是重视 他是很尊重偏才自主 这个其实是一个事例来的 哇 你看看 我作为老板 我被人这样玩也可以 我被人这样骂也可以 当时的总编黎智英 弄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去说我 之后我都没有去炒黎智英 也没有因此而受罚 王丽常就是1998年2月入职 做到2017年10月 即是说这个是一仔亭刊之后 应该是一仔亭刊之后 但王丽常呢 他就说 没有因此而受罚 你问陈沛敏 但他陈沛敏是找错人 我对周刊的内部事务 就不太清楚 你问回张剑红 可能会好些 因为张剑红就是社长 另外 你这样又证明不了什么 法官就在说 道立兵就在说 出卖也不一定是 很负面 即是说出售行不行 你这样也可以 然后李运腾就说 出卖两个字是黄色 可能是有其他意思 不代表证明你老板很宽容 标题 又可以有很多选择 现在辩方就说 彭耀鸿就说 他们如果说出卖 出卖当然是炒花生 但是 其实可以有很多字眼选择 即是说黎老板应该忍得 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 而今天也是讨论过 刚才我们说过 报纸来说 有立场也未必是问题 因为彭耀鸿他们说 讲新闻角度 问问你陈佩鸿 不同的报纸和媒体 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 新闻报道的角度 陈佩鸿是同意的 譬如 现在彭耀鸿就说 彭耀鸿大律师就说 例如好像 纽约时报立场 比较偏向自由主义的 华尔街日报 偏向保守 杜丽兵就打断他 你说的例子未必恰当 你刚才说的两家媒媒 在不同的时期而改变 只能够说他们是亲民主党 还是亲共和党 然后辩方就用本地的报纸来说 苹果在2020年的时候 是比较自由主义和批判性的 陈佩鸿 陈佩鸿就说可以这样说 辩方继续说 明报和经济日报 比较偏向保守 和支持政府 陈佩鸿就说 我又不是很想演绎其他传媒路线 不如极端一点 文汇和大公 两个都是支持政府 这个我是观察到的 陈佩鸿就说 他同意辩方所说 主要就是要他这句说话 媒体有特定立场 不是问题 所以现在 彭耀鸿就是要你这句说话 你作为 专业传媒人 其实就要 你自己也同时间 你一个叫做污点证人的身份 你要说 媒体有自己的立场 不是问题 就不等于黎老板 是当了这个 评估日报 一传媒 是政治武器 不是这样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 整个过程来说 陈佩鸿是第二位 重返证人 作为重返证人 当然 他的任务 对于律政司来说 他作用任务 是指证黎智英的罪行 但我觉得他 就是有那句说 他大致上是正常的 起码他不会说多 不会说少 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 相对 凡事只能说相对 你重返证人 有时就不能选择 很多东西都 相对张建雄 就会比较正常的 是吧 差不多了 明天就继续看 《声语红钟》 下个星期再次见 好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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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